这是我体重管理期超爱的膳食肠 里面有五种蔬菜 而且肉还能带80% 我家冰箱就从来没有断过 吃的时候空气炸锅200度 15分钟就可以了 没有的下锅炸也行 做出来的外焦凉嫩 一口爆汁 还可以卷着生菜一起吃 真的很满足 去年这个时候 为你剥下的人还在吗 最底下铺上一层油纸 撒上柚子皮 撒上海盐 姜片虫段去腥 再盖上一张油纸 薄起来 锅底记得要喷点油 要不很容易糊地哦 柚子果肉也不能浪费 和红茶一起搅拌 到处过筛 放顺时果肉冰块 最后倒入果汁 虾也焖得差不多了 不做一次你真的不知道这有多香 鲜甜的大虾带着淡淡柚子的香气 把虾原本的鲜甜称作得更加突出 唯一的缺点就是做得太少了 这样味道好还不用洗碗的大虾 快做给奶奶的人吃吧 我听说这是女朋友难以拒绝的鱿鱼酿虾 先将鱿鱼切成圈 加入葱蛋 料酒 下锅超熟去腥 虾仁剁成虾泥 一勺盐 一勺黑胡椒 一勺淀粉 加点玉米 口感和味道会更好 再把虾泥填到鱿鱼圈里 配方在屏幕上了 因为加热可乐的关系 所以不用再加糖了 锅里少油 下锅间煎到虾肉变色 然后再淋上料汁 把中间的虾肉也蒙熟 类似豆腐打底 倒入热豆奶 随便找个瓶子 倒入淡奶油 咬上520加 铺在豆奶的表面上 放上汤圆 撒上黄豆粉 鱿鱼酿虾也蒙好啦 Q弹有嚼劲的鱿鱿鱼 包裹着鲜嫩的虾滑 有条件的 可以试试一口焖 超满足 快做给奶奶的人吃吧 没有紫的火融果 你们吃过吗 三个蛋黄 加入白砂糖 牛奶 淀粉 搅拌均匀 等到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加入两坨红薯泥 这里要注意 全程开小火 慢慢搅 千万不要着急 蒸出多余的气泡 放进冰箱冷藏4小时 表面刷上蛋黄液 烤下200度 烤20分钟 五子火融果打底 卡入一片柠檬 用气泡水和鸡尾酒 做出分层 看看这完美的糊皮 来 你们先来一块 口感软嫩香甜 还可以吃到红薯的颗粒 快 做给奶奶的人吃吧 这两天看到了虾的新吃法 我就迫不及待的 做给他试试 调料和配比 我都放在屏幕上了 最重点的是 这个吃法真的很适合夏天 简单的去腥后 捞出虾仁 然后放进棚里 不要急着吃 也以后味道会更好 趁着腌制的时间 奶作为杯喝的 柠檬汁加水仪 一定要加多多的 要不会很酸 柠檬片打底 倒入隔夜老冰块 最后把煮好的柠檬汁倒回去 然后加入清水 搅拌均匀 这样的一盆虾 饼爽鲜嫩 因为加了柠檬 青柠 还带着点微辣 所以吃起来特别像东南样的风味 快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余生 我想做两件事 便能更优秀 和做饭给你吃 今天是 男朋友一定要吃的 皇冠煎饼 没有男朋友的 不要自己动手 陪伴看屏幕 有需要的记得截图 要注意的是 淀粉的比例 加多了 容易外面的糊了 里面还没输 把调好的糊平铺上去 这倒菜唯一的难点就是 翻面 教你每个小技巧 先倒在庞子上 把锅倒扣过来 翻面 这样就不容易散了 均匀的分上八份 且多了容易吃不完 乖 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今天是 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波罗尼藏吐司 没有男朋友的 请自行动手 我觉得 最好的告白就是 我给你做早餐呀 我比较喜欢弹心蛋 所以我烤了15分钟 喜欢熟的 可以烤9分 早晨来上一口 一整天都会暖洋洋的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又来教你们吃肥牛啦 豆腐切成条状 调料的配方 我放在屏幕上咯 爱吃大蒜的 一定要多加一点 今天用到的是 这种比较薄的肥牛 可以更好的卷在豆腐上 在表面薄薄的撒上一屯淀粉 锅底一层剥油 整齐的摆上去 等到一面变色了 再翻面 淋上料汁吸足味道 上次你们说 把石榴剥出来还不够 还要去紫 那今天不就来了 加一点雪碧 增加气泡感 肥牛豆腐也好啦 撒上芝麻 千万别小看中间这块豆腐 不仅丰富了口感 还有浓浓的豆香 一口一个的大小 吃起来可过瘾了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看来味道不错啊 吃得这么干净 不知道杨超越会不会喜欢 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 闽南传统小吃 没有男朋友的 也可以叫闺蜜动手哦 清洗干净的海力 加入蒜苗还有平补上的调料抓匀 记得不要太用力哦 我觉得两个人互相喜欢就是 他喜欢吃 我喜欢做 等到两面都煎至焦黄 打三个鸡蛋沿着锅边倒下去 我家乡的味道还利坚 就做好啦 我比较喜欢吃番茄酱 他比较喜欢吃辣椒酱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 我可不允许你们错过这么脆的鸡腿 都古断筋后切成软拌 装进保鲜袋里 用保鲜袋来腌制会更加的入味 料汁的配方在屏幕上 不喜欢太甜的蜂蜜可以不用加 補粉的时候要注意 烂鸡皮的每一个地方都裹上 平面向下煎到金黄酥脆的时候再当面 来看看这完美的脆皮 倒入料汁稍微门一会 把杨桃变成一个个小星星 倒出汁水 加入冰块 牛奶 以及咖啡 不仅仅表皮酥脆 里面还有满满的汁水 晚上一起追剧的最佳伴侣 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